上百条狗一起干饭是怎样的名场面 今天我们就来见识一下 只见院子的水泥地上 摆着整整一排的五花肉 一位女士从院门走出 身后涌出一大群哈利群 刚开始只有三五只 随后就有更多狗从门后挤出来 他们摇着尾巴看向女士 不一会就把院子挤得满满当当 他们看着地上的鲜肉口水直流 惑不及待地朝着女士摇尾巴 却没有一只上前吃肉 狗狗们只是不停地叫着 似乎是在催促主人快点开饭 女士却挥着手里的棍子 示意她们耐心等待 等到所有的伙伴出来了才能开饭 哈利群们还在不停地吠脚 他们已经非常想吃肉了 但是他们依然眼神坚定地看向女士 没有她的命令狗狗们绝不轻举妄动 终于所有的哈利群都从狗舍里面出来了 只见他们摇着尾巴 整齐地站在面前 并没有蜂拥而上抢夺地上的肉 也没有一只狗趁人不注意偷吃 女士站在那里 来回走了几步 并没有说话 于是哈利群们也只能耐心等待 没有一只上前进食 大概是在轻点狗狗的数量 女士并没有下达任何指令 地上的肉味太香了 已经有几只哈利群来回夺步 也有的已经趴在地上 努力伸长脖子 去绣纹地上的肉 但即便如此 也没有一条狗敢偷吃地上的五花肉 反而是一边流口水 一边耐心等主人轻点数量 鸡肠鹿鹿的哈利群吠叫着 好像是在催促快点开饭 可是面前的女士依然没有出声 哈利群们见状叫得更加大声了 他们的急躁似乎让女士非常不高兴 他大声呵斥了一句 狗子们的叫声弱了下来 但仍有几只狗不服气地和他顶嘴 于是女士竖起手里的棍子 一边警告那几个刺头 一边呵斥让他们保持安静 也许是见主人怒了 整个犬舍瞬间安静下来 没有一只哈利群在出声 哈利群们咬着尾巴低下头 就像被痛骂一顿的小孩子 嘴里发出委屈的嘶嘶声 这是女士仰起手里的棍子 大声朝他们训话 依然有个别的狗子不服气 可是刚叫了一声 就招来了女士的大声责骂 其他狗子见同伴被训斥 立刻把头捶得更低了 女士面前的几条哈利群 以为她是在责骂自己 已经吓得趴在了地上 大部分狗子的表现让女士很满意 只见她放下手里的棍子 是意狗狗们可以开饭了 自己则转身走出狗舍 饿了很久的狗狗们 终于得到开饭的口令 一拥而上开始大快赌银 这场面简直是太壮观了 有的狗子不愿意挤在里面 还把肉叼出在找个宽敞的位置继续吃 一地鲜肉不出十分钟 就被一扫而光 但是狗子们训练有素 并没有和同伴因为抢夺食物而大打出手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由此可见扶遵守纪律是多么的重要